现在关系的是不是才刚坐上全球电动车王宝座吗 怎么这时候竟然传出中国电动车 包括比亚迪出现了大崩溃 我们先来看比亚迪 比亚迪砍班减产 当然也会影响到台湾供应链 那不止比亚迪砍班减产 整个中国电动车都很惨 魏小李发布年度财报 价格战已不可避免 特别是魏小李自己也大亏损 而中国现在正在掀起价格肉搏战 对这个中国比亚迪 敌王产生了大崩溃 而且有三大崩溃 哪三大崩溃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崩溃就是因为 中国对于所谓电动车的补贴 长达13年的补贴 在2022年的尾巴已经结束了 所以产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比亚迪现阶段 因为他没有补贴之后 必须在接下来进行减产 他需要减产多少 减产百分之二十 然后减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他的那个产线 从原本的三班要变成两班 那这个工人的一个 这个工作都已经减少 那另外还有一块 据说他已经在放五星架 对 像之前讲了 已经在放五星架 以前是坐五天 现在是坐四天 休三天 对 而且重点是在于说 因为现阶段他们停产的 应该是说这个减产的车子 有两款 一款是比亚迪的宋 另外一款是比亚迪的琴 这两款都是他们当时最热销的车款 结果各位想 最热销的车款 他现在减产 那代表什么 整个状况开始已经不太对劲 这是第一个崩溃 第二个崩溃是什么 除了这个比亚迪自己 有点hold不住之外 魏小李 我们都知道 早就hold不住了 中国大陆的这个新年车 魏小李在去年那个亏损 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到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个去年2022年的亏损 分别这个 这个未来小鹏跟李翔 分别亏了144亿 跟91亿 跟20亿的人民币 这个亏损是从2021年 已经增加了将近两倍之多 这个也让大家吓了一跳 这是第二个崩溃 第三个崩溃是什么 现阶段在上海跟北京 很多这个神秘的空地 出现了所谓汽车坟场 大家听好像很惊悚 什么叫做汽车坟场 对什么叫做汽车坟场 这是堆了好多汽车的尸体 而且重点是 这车这新的 这都是新的车子 但为什么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所以啃一下 放在那边长草 那生锈 那最后有一些零件都被偷走了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动作抬吧 抬掉了 对 那现在怎么办 那季旭湾不是销很多去印度吗 对 因为为了消这个库存 所以卖到印度去 而且产生了所谓的价格战 为什么叫价格战 他卖到印度这个车子 他不是只有说 这个车子的普通的一个配备 他还给你很多的一个选配 比如说因为印度 我们知道 其实他的一个交通环境 很特别 就是说 他会有一些野生动物 你路上走 你知道吗 所以他比亚迪的车子 这款叫做海豚 这一款车子 他帮你什么 选配到车子里面 叫做动物辨识系统 各位看这个画面 如果他看到动物晚上 他会帮你自动刹车 自动刹停 这个全世界应该 应该没有 因为只有印度有什么需要 只有印度会做这件事 其他国家不需要 对 而且很贴心 这个选配 他本来是选配变标配 在印度变标配 等同降价了 对 没错 那另外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热泵的系统 就是这个暖气的系统 因为印度的这个温差 白天跟一晚相差非常多 所以也让这个车子 无形之间变成说 我也有暖气的提升 那重点在哪里 他卖的比这个印度的国民说 塔塔还要便宜 他卖十万人民币 塔塔卖多少 买十二万 所以他卖的比塔塔还要便宜 那代表什么 割喉战 现在大家就来拼价格 好 那我们回来看股价 因为比亚迪曾经在两年内 股价大涨超过七倍 最高曾经来到三五八 但是荣光不在 会不会影响到相关的电动车概念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相关电动车概念股 其实这个比亚迪减产的消息 一出来 跟比亚迪有关的 今天其实 今天你看大盘不错 结果上面这三档 台办 胡联 跟这个金确 对 马上都开 特别是这个台办 这个昨天还供到赏评版 所以去追赏评版 今天马上傻眼 这个消息一出来 直接开低 那像这三档各国 目前稍微来看的话 其实短线上面 台办跟胡联 短线上面都涨得比较多 那这个台办跟金确 那胡联之前 已经有点跌破 这个年线的位置 所以相对来讲 这三档短线上面 可能会震荡跟修正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 因为没补贴真的差很多 问人朋友 你知道大陆都补贴差多少吗 一辆二十四万人民币的电动车 政府可以补贴六万 对 没错 这个是这个 差很多 那现在这六万没了 怎么办 对 没错 所以变成说他们的一个竞争 而且他们都是消价竞争 就是什么双逼 奥迪 全部都在卖 卖得很便宜 甚至那个东风雪铁龙 一款车还给你打六折 本来二十一万 剩下十二万 还打六折 所以对于中国 没了补贴很差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车况 跟比亚迪相当散 所以当然有人哭就有人笑 谁笑 特斯拉 之前在中国 去年被比亚迪敌王打趴 对 今年我终于有机会反攻 那所以回到台长身上 像一家 华福跟这个先进光 其实我们看到说 这个波段都创下新高 这三档股票都是近期 台北股是很强 那比如说像这个先进光 今天还创下 波段的一个新高 我们来看一下K线 好 那这个K线的部分 这个先进光 对 创下了一百二十五块半 的一个新高 那先进光 我们就俗称叫小力光 就是说大力光做苹果的单子 那车用的镜头单子 就给先进光做 好 所以它涨这么多了 当然追下去也不行 短线还是有风险 所以我们来看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三四四亿的联谊光 为什么要看联谊光 因为我刚才讲 其实这些所谓的光学产业 因为它做这个光学玻璃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光学镜头产业上中下游 大部分我们首次的台场 雅光 大力光 金火光等等 这些托拉库 全部都在中游 上游台场只有谁 只有联谊光 也就是说他们是镜头最上游的原料 原材料叫这个地方 好 那悬谷其实这个应该说不是叫微原悬谷 叫做光学老板悬谷 大力光做苹果的单子 那车用的镜头单子就给先进光 好 所以它涨这么多了 当然追下去也不行 短线还是有风险 所以我们来看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四四亿的联谊光 为什么要看联谊光 因为我刚才讲 其实这些所谓的光学产业 因为它做这个光学玻璃锚胚 那我们来看一下光学镜头产业上中下游 大部分我们首次的台场 雅光 大力光 金火光等等 这些托拉库全部都在中游 上游台场只有谁 只有联谊光 也就是说他们是镜头最上游的原料 原材料叫这个地方 好 那悬谷其实这个应该说 不是叫微原悬谷 叫做光学老板悬谷 为什么叫光学老板悬谷 联谊光的大股东 其实有谁 有林恩平 然后林恩周 林恩周是林恩平的哥哥 比如说大力光是他的股东 对 然后玉金光的创办人 他的前董作叫陈天树 也是他的股东 他的第二大股东 第三大股东是金国光 完全也就是说他的股东都是 航啊来的 对 都是航啊来的 因为台股就是上游 玻璃玻璃就只有他 好 来看技术面 股价的技术面上面来看 今天往上攻击 突破这个年线位置 所以他之前都留很多的一个上影线 那黑K也比较多 可是今天这根红K 应该有机会 他改变他的一个股价的关心 所以林一光应该是 目前来看除了先进观一观 大家也可以做一个选择